鼻塞過敏是台灣人最常見的症狀 尤其在寒冷的冬季及天氣變化的春秋兩季 病情更會加重 齊美醫院耳鼻喉部主治醫師于休閒表示 因鼻塞過敏的患者常需要張嘴呼吸 久而容易喉嚨乾燥與彈液增多 導致需要清喉嚨或咳嗽 進而引起胃酸逆流等相關症狀 並會連帶影響呼吸道等疾病 除了冬天之外 在春秋的季節也是容易發生鼻塞過敏的症狀 那因為鼻塞過敏它除了會導致喉嚨不舒服之外 它也會容易導致昏睡 然後甚至常常需要清喉嚨導致胃酸逆流 甚至在醫學研究發現 如果長期有鼻塞過敏需要靠張嘴呼吸的病人 它對於氣喘的誘發 肺部的疾病都會有增加的情況 所以在我們就是預防鼻塞過敏 每年我們健保支出都是花費非常高的金額 余修賢說患者如果是長期性的鼻塞過敏 可透過鼻中隔鼻道成型手術治療 能同時矯正鼻中隔彎曲與鼻肉肥大的問題 且對於鼻塞有非常顯著的效益 還可透過無線射頻冷出氣化手術或鼻雷射手術進行治療 對鼻塞過敏都有不錯的效果 鼻中隔鼻道成型手術來治療 鼻塞的話效果是最好的 那另外如果想要比較方便的方法 利用無線射頻或者是鼻雷射的方式 那這種是屬於門診的手術 就是不需要住院的 在改善過敏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錯的 那鼻塞過敏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要區分是否有鼻痘鹽 那如果有鼻痘鹽的病人 那治療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那如果鼻痘鹽已經長出息肉了 可能需要用鼻痘內視鏡來治療 才不會就是治療方針偏了 于修賢進一步指出 平常做好環境衛生 改善室內塵滿與灰塵的量 進而達到預防的效果 初開到外 持續的長期運動也是健康有效的方法 藉由運動改善身體過敏體質 自然會減少鼻塞過敏的症狀 記者劉春台能報導